工廠巷群裡的默契大象身上有明顯的特徵,幫助我們面認巷群和巷群成員,這樣研究他們就會逆落了。 大象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很多資料,增加進入到大量資訊,其他大象有各式各樣的行為。 大象毫無意外,是擁有最完整研究的草原動物。 第三種不幸在的大型草食動物,完全相反,他們是核馬。 你們不太了解荷馬,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仍然很難研究。 荷馬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水裡,而且通常會潛到水面下,只看得到他們嘴巴上的幾根毛。 。